早上六點多天才剛亮 中華亞運代表團成員 陸續抵達桃園機場 大夥穿著整齊團服 拉著行李箱 表情滿是喜悅 今年雅家達亞運 將在十八號開幕 為了體恤選手 體育署特地出動專機 讓選手倍感尊重 第一次 會不會覺得比較興奮 比較會啦 對啊 就像我之前說 就是有點像整個軍隊 就要出去打仗了 世大運取重金牌郭信淳 對於這樣的安排大力讚揚 而他今年更擔任 中華台北的掌棋關 一同出發的 還有羽球世界球後代資穎 以及翻滾男孩李芝凱 都是奪金大熱門 中華健兒各個信心十足 今年雅運中華隊 推出最大代表團 五百八十八名選手 一百五十名教練 與堆職員 參加三十六種正式項目競賽 以及電競與蜻蜓水球 兩項示範項目 喊出目標使勁 要繼續替台灣爭光 那這一次我們用包機的方式 到雅加達 事實上也是展現我們整個團隊 團隊在一起的一個行動力 首逼出發的兩百九十名成員 搭乘空中巴士A350 直飛雅加達 代表團也將在十六號 在選手村舉行升旗典禮 替即將到來的雅運會揭開序幕 接著劉志誠 李嘉明 謝文翔 桃園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